這邊有個超連結,點進去就是這本書 不過呢 他這邊購買後立期進貨 所以他好像還是會進貨 只是這本這個是積楓的,如果你要找那個 那本 不是積楓,你如果要找那個什麼 找那個 鬆鋼的話就這一本 但是目前好像也是無法購買 你們自己再找找看好了 那這本書的話當然相對比較清楚 OK這個是有關我們上課用,後面其實我們Excel部分也會用到這本書 所以包括Excel的話基本上 都是針對這裡面題目拿來 做參照 那當然這一舉兩得啦,如果將來你還要考 就是證照的話,這部分呢其實就可以散加利用 等於 還有Word,Word的部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 把這個證照給拿到 那考試的相關訊息,你可以到那個TQC的官網裡面都有 比如說你到那個他的認證科目裡面去找找看 那相關的訊息啦 甚至是什麼 認證 他考試的相關的訊息 考生服務這邊有 線上報名 你也可以報名 報名他會 給你相關訊息 比如說哪邊可以考試 的這部分 理論上 理論上 以前是 有特別去找那個 透過關係找那個外面的廠商來幫各位 直接在現場就考試 但是後來因為大家同學意願比較沒那麼積極啦 所以後來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 你們還有意願啦 當然也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前提當然是 你們要有意願 如果你沒意願的話 我當然也就 是情況 好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 我建議畢業之前一定要多幾張證照 我覺得如果你念中語系 你沒有其他專業技能證明的話 那其實是比較劣勢一點 因為如果你跟其他科系的同學比起來的話 在專業技能上面 可能還是 比較弱一些些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那個 就是 我們的題目檔 把它解壓縮 另外的話呢 把這個題目 他PPD 所以我們按照 題目來看一下 他裡面有哪些重點 第1個第1類 建立簡報素材 及放映能力 裡面的話就是 自我介紹 他說什麼 這個 王曉明的自我介紹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 依循類似的方法 怎麼樣呢 用簡報 建立一張新制圖 然後新制圖裡面的話 利用PowerPoint很快可以讓他變得漂亮一些 而且可以很清楚的 自我跟大家介紹 比如說 王曉明這個人 他可以分成三個面向 我是誰 我是哪個科系 我能做什麼事情 我有什麼樣的技能 有沒有 他可以分成這個區塊 那可以很詳細啊 未來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你是什麼名字 你是哪個科系 你有哪些相關 背景 然後呢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創意表達 圖文思考 他有中打 50個字以上 所以他打字速度還蠻快的 那他有什麼樣的經歷 或者是值得 值得 一提的 他有症狀 OK 或者你有什麼 反正 也許後面我們最後 客戶會有個變化題 也就是你把中間王曉明改成你的名字 然後呢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像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用這個範例題變化一下 那我也可以多了解各位 那這邊的話一樣 就是 把那個題目打開 不過這個將來是考試的路徑 我們路徑在102 那把這一題呢 他說先開啟這個檔 所以你可以到 102裡面把這個檔給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賄賂那個 我們需要的 他說這邊有一個 題目檔 有沒有這個檔案打開 那這個檔案裡面的話就是 剛剛各位看到 那個新制圖裡面要打這些字 所以未來你 之後的 變化題 請各位也依循一樣的 這個是一個TAB鍵 打一個TAB鍵 TAB鍵 Enter 按個TAB鍵 這邊就會多一槓 然後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匯入 那上個禮拜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編碼方式 他原來是ANSI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檔是UNICOL 就直接不用改 為什麼因為2016以後 都是用UNICOL編碼 那我們需要的資料在這裡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有一個 設計 項目 他說第一個 小民 將新制圖個節點先打字 所以未來你們也是一樣 把那個你們的名字 還有你的相關的 我是 我有我男這邊 自己先打字 然後呢 以什麼一張投影片一個 節點文字 的方式匯入 所以第一個 就是要什麼 利用那個大綱插入投影片方式 然後由那個新制圖 各個節點把它載 所以一樣 上禮拜我們有講過 這邊有一個什麼 新增投影片 那你可以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找到呢 我們 我是放哪裡 下載裡面 下載裡面有那個102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會發現 他就不會出錯了 有沒有 只是說字非常大 但是目前我們現在那個新制圖還沒有做出來 所以你看起來會 字非常的大 這樣是正常的 不是 不是有問題的 上個禮拜 因為賄賂 連賄賂都失敗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分別把這些事情 給做完 他說 接下來的話 建立 簡報的大綱 可以讓那個 這個聽眾 預先了解一些項目 所以請在投影片 投影片1 之後 新增 一張 OnlyContent的那個版面 配置的投影片 成為投影片 2 OK 並且輸入什麼呢 我是 我有我能 然後並且加1234 然後呢 他的資源間距 設為非常寬鬆 123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他說什麼 在這張投影片的下面 就在這裡 點一下 然後新增一張投影片 裡面的話呢 請你找到什麼 OnlyContent OK 這個把它點一下 他就會新增一張投影片 OK 第二個的話他說什麼 請你在這裡面怎麼樣 按一下之後的話 就打字 所以他就要打什麼字呢 我是 我有我能 OK 所以你就把那個那幾個字打上去 我是 所以你就把那個 我是 切換一下 我是 是 然後Enter一下 我 我有什麼 我有 我能 OK OK 但是問題呢 你現在前面沒有項目符號對不對 所以請你怎麼樣 把它選取起來 然後呢 加上什麼呢 這邊有所謂的編號 1234 按下去123就有了 OK 然後再來怎麼樣 他要什麼 裡面加上這個編號 接下來的話呢 字元的 字跟字的間距 要設為 非常寬鬆 那字元間距在哪邊呢 其實我們上禮拜好像也有用到 字跟字的間距有沒有 這邊有個什麼 字元間距 然後呢 他預設裡面有什麼 非常寬鬆 所以你就點非常寬鬆 點下去 這樣就OK了 OK所以一跟二兩個步驟 請各位先完成 那後面的部分 如果動作比較快的同學 也可以先試試看 34其實就是 編輯順序 把這個 為了要讓他更加流暢 所以他有點像簡報的劇本 劇本 所以其實以後 你們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可以用PowerPoint來寫小說 小說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因為現在人不喜歡字太多嗎 沒關係 你可以有一些劇情 那裡面穿插一些音樂 穿插一些圖 影片 或者是音樂 讓那個劇情變得更加扑瘦迷離 然後也可以做一些 安排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這變成多媒體的小說嗎 有沒有 可不可以 沒有人說不行啊 只要有人喜歡 你就可以這樣試做 OK 那所以 這個劇本就是 他要按照這樣的順序 這個順序的話你會發現 基本上我大概看一下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把這個 第八 跟第九 順序可能要調一下 然後我再調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順序請你 參照什麼 參照裡面的順序 那可是問題我怎麼知道這個順序怎麼安排 來調整 你會發現 這樣移過來 其實第八跟第九剛好顛倒 可是問題你這樣移動也是可以 但是問題這樣移動 有點慢 比較快的方法是請你切到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 投影片瀏覽 有沒有 這樣子來移動 會範圍比較大 比較好移動 當然你剛剛這樣子也可以移動 只是說這樣移動 畢竟小範圍 所以記得 切到投影片瀏覽 這樣子會比較OK 除了可以從這邊切之外 未來你也可以從 我記得好像也可以從 檢視吧 檢視裡面也可以投影片瀏覽 不過 如果你這樣切 好像沒有這邊快 所以我的習慣是 從這邊切好了 OK 那切完之後的話 大概要移動幾個地方 第一個 把那個 這兩個顛倒 第八跟第九 所以把第八移到第九的位置 兩個順序顛倒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的順序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呢 把那個 第幾呢 中打的速度 它好像在最後一個 可是它這邊應該是放到第十二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要把 把這個移到哪裡呢 移到那個 我能的後面 所以把這個移到我能的後面 OK 然後把創意這個好像在最後面 所以移過來這樣子 就按照這個順序 有沒有 這個圖文 思考 創意表達 所以移完之後大概就是這樣順序 我剛剛就是 這兩個顛倒 這個本來在最後的 這兩個顛倒一下 所以順序才會調一下 請各位根據第三的那個說明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第四就是 什麼呢 這是放大 因為我在掃描 好像沒有掃得非常清楚 不過你可以 這邊可以放大 這樣應該可以吧 比較清楚一點點 然後除了指定的投影片 他說除了什麼呢 第2 第9 第10 跟第12之外 其他的 就都套用什麼 只有標題的版面配置 所以也就是說 除了這幾個呢 這 4張投影片 不要之外 其他都要 那怎麼選比較快 上個地方講過 Ctrl A有沒有 Ctrl A就全選 當然如果你不會全選 選舉這邊也有全選 所以如果你不會全選 這樣 編輯全選 也可以啦 只是好像多一個動作 這邊他點一下 或者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實在不會啊 這邊 這樣選也可以 也不過這樣好像不好選 有沒有 這樣拉 其實這樣 這樣拉也可以 但是實在不方便 那我的習慣 Ctrl A是最快 有沒有 全選 記得這個快速鍵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然後做什麼呢 把第2 跟 第9 還有第10 第12 不要選 不選的話呢 就取消 取消選舉怎麼取消 你現在不能直接點喔 你要按Ctrl鍵 再去點 這個Ctrl鍵按住呢 就可以單獨取消它 按Ctrl鍵 再去點第9 第10 第12 也就是說呢 把它取消 意思就是說我這4個不選 然後做什麼呢 他說版面配置 要把它改成了 只有標題 意思就是說 除了剛剛那4個之外 其他的版面 都幫我改成只有標題 意思說它裡面 沒有底下的副標題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把它點一下 記得在 版面配置裡面的只有標題 點一下 OK 這樣的話有沒有 除了這4張投影片之外 其他都會變成只有標題 OK 其實我建議 真的要熟悉 因為 以後的話 你做簡報 如果你懂得這些方法的話 以後會做起來 會更加的得心應手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4了 有沒有 OK 再來的話就第5 第5的話做什麼 就是要做動畫 投影片2 我事我有我能 它新增動畫 動畫的效果是 淡出 然後呢 淡出進入 那時間是2秒鐘 特別注意喔 其實 PowerPoint裡面有很棒的功能 可以讓你做 動畫 而且它的功能不亞於一些 很厲害的動 這個動畫的軟體 其實PowerPoint已經很厲害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根據 投影片2 所以我切過來 投影片2 這個時候呢 請你 切回到原來的那個 標準模式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需要看到完整的這一張投影片 那做動畫的話呢 接下來就動畫點一下 動畫之後的話呢 裡面這邊會有一些像有沒有淡出 但是呢你要先告訴他說你要做動畫是哪個部分 所以剛剛沒有點就 不會顯示嗎 點一下 這個這一張投影片 我要做什麼 做那個 我 就是 動畫 那動畫的話呢 這邊有一些相關的選項 包含就是什麼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動畫就是 當 這個投影片進入的時候 或者是說呢 結束的時候 還有所有的你要強調 那他這一題主要是要 就是進入的時候 進入做什麼 淡出 所以特別注意 我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先點選這邊 然後找到淡出 1進入的時候淡出 所以這個投影片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的淡出 然後呢 期間 他要 兩秒鐘 你會發現預設 這邊 再播放 如果你要播放的話 這邊 你就把它直接這樣 撥放 這邊投影片撥放 他就會 逐一個出來 那如果說你期間 題目是要 兩秒鐘 所以記得把這個地方改成兩秒鐘 改兩秒鐘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他這個投影片2 所以第一個切回標準 然後呢 新增動畫淡出 當他進入的時候 期間是兩秒鐘 OK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在投影片時 增加一個圖案 這個等下再看 畫面先還給 投影片的那個 動畫 接下來的話就在投影片10 分享熱忱 新增一個圖案 他說要怎麼樣 刪除那個底下這個 然後呢 並且插入一個心形 並且呢 套用他的樣式 樣式的話呢 是這個叫溫和效果的 紅色輻射5 OK 心形的圖案 然後再來大小 跟位置要調一下 所以這部分的話怎麼做啦 所以第一個投影片10 我們就找到投影片10的位置 投影片10 那你可以 找到了這個 OK 我已經做完了 不過我先把它刪掉 原來的那個效果 是 這邊 這個把它先 原來的 OK 第一個的話呢 就先把這個 先刪掉 按Delete 選他框框的地方 Delete 第二個的話呢 插入一個什麼呢 圖案 圖案裡面有個心形 找到這個心形 在這裡 OK 有印象嗎 這個在 Word裡面也是一樣 在好像 對 在那個 Easeo裡面也一樣 Always 這些軟體都一樣 都有這個東西 心形 然後呢 拖拉一個大小 多大多小 先不用理會他 拖拉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看到上面就有樣式 所以點他一下 樣式 題目裡面要我們什麼呢 選那個樣式 叫什麼名稱呢 叫做 溫和效果 紅色輻射5 這個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紅色的你就找這個方向 紅色的就這一排 然後呢 要什麼呢 要溫和的 溫和哪個看起來比較溫和 這個好像看起來有溫和一點嗎 好像有吧 溫和 而且輻射5 所以這個點一下就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再來的話呢 大小 高跟寬 位置 水平跟垂直 所以就按照這個尺寸 分別設定就好 6.27 高跟 7.15 所以6.2 那怎麼怎麼設定呢 上面不是有那個大小 不過我建議我的習慣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個大小極位置 有沒有 點下去 右邊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說這個機關沒出現的話 按右鍵最快 大小極位置 然後呢 他的高的話 跟寬呢 就分別按照題目要的 他要的6.7 627 751 所以627這邊輸入一下 應該是什麼 先寬還先高 先高 627 6.27 然後呢這個高多少呢 7 7.51 OK 所以這個要稍微 好這樣OK了 再來的話位置 在下方 有沒有這邊有個位置 位置的話呢他要的是 895 10 51 895 所以這邊的話呢你就8.95 然後這邊的話呢 10點多少 51 OK 這樣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將來因為這個如果是你要去考證照的話 反正那個尺寸一定要OK啦 反正就是 所以你說啊這東西其實就是考習慣了你就大概知道抓到要鈴了 啊其實 這個2016的題目啊 我是昨天 才拿到的 OK 我也沒有說比大家還要多 一點時間準備啦 其實這個是昨天才拿到的 所以其實也是 見招拆招 如果要考試的話也是這樣考啦 所以其實像這種考試 主要就考你熟練度 你如果熟練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很快可以上手 再來的話呢 投影片 3711 他要做出什麼的 陰影 陰影上有講過 色彩的話是紅色 輔色5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分別 3 3在哪裡 3在這裡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選 框框一下 上一塊講過你可以先做一個複製格式到其他就OK了 所以 先陰影 2的話呢 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什麼 紅色 輔色5 應該是這一個 特別注意喔 跟大家找一下 陰影嘛 OK 然後呢這個的話 字的顏色是這個 紅色輔色5 就在這裡 不要找錯了 反正你只要找得到 那就可以把它 套用上去 那另外還有 我是 我有 我能 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複製一下 我上一半講過嘛 你點一下是複製一次 點兩下是可以連續複製 所以呢我們點兩下 把這個格式複製了嘛 到哪裡呢 到那個我有 把它點一下 再到呢 我能 再把它呢 點一下 因為他可以連續嘛 所以你要取消的話呢 就回到什麼 複製格式這裡 取消掉 這樣就OK了 三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還有什麼 設定所有投影片的轉場 要用什麼呢 隨機 因為他很多效果 那期間的話呢 是0.5秒 等於不到一秒鐘 那怎麼做 一 我先找到 轉場效果 二呢 找到什麼 隨機 不是隨機線條 是隨 隨機在這裡 OK 也就它上面呢 所有的效果 它會 隨機的出現 其實我蠻喜歡用這個隨機 因為有時候 不想說每一個都 一樣的 這種切換效果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隨機 那隨機的時間的話呢 期間預設是1.5秒 我把它改成 0.5秒 那當然它是按滑鼠啦 如果說像我們上個禮拜的是 每隔幾秒鐘的話 比如說每隔 這題好像是什麼 它不是每隔 它是 其間 0.5秒 它是 要按滑鼠的 所以如果你當然以後啦 如果你要自己改的話 自己播放的話 你可以每隔 一秒鐘吧 來播放一下 假設我這樣 那最後如果你要播放呢 你可以把它移到 第一頁 往小明 那就開始啦 我這邊是 當然 題目是沒有要 我們每 剛剛還漏掉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全部套用 記得 隨機 然後呢 每隔0.5秒 最後全部套用一下 否則的話 你沒有按 全部套用 它只會套用 某一個頁面 所以這邊全部套用完畢之後的話 檢查一下 OK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播放了 播放的話 一般是 切到第1個page 然後我們按這個右下角這邊 投影片放印 但是呢因為這個地方 考試大概到這邊為止 不過我是覺得它這樣每一個 這樣一個一個慢慢切 如果你希望自動切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自己再加上那個 自動換頁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它 將來 播放就類似像這樣 你是什麼名字 然後呢你的 你後面要介紹的三個大綱 1234 動畫這個其實就動畫 動畫出現之後的話 一個一個的 慢慢淡出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 一個出來 淡出 然後再換下一個 那每一個都隨機的切換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一題先完成之後 然後呢 請你把它另存新檔 檔名的話呢 也是 叫做 102A 不過因為上個禮拜的是 2010 2010的版本 今天是2016的版本 你把它儲存 另外的話呢 請各位 用 一樣的框架 你把它做個變化題 裡面的話 就是把名字改成你的名字 然後呢 你把你的相關專長 把它打上去 把它改寫一下 另外的話 我是覺得它這個實在太陽春了 裡面的話請各位 盡量 可以把你這個簡報 裡面的動畫 跟轉場 也許你可以做不一樣 沒有關係 另外呢 最後 也許你還可以再加上設計好了 我覺得佈景主題 可以加一下 不然的話感覺有點太陽春了 這個佈景主題 可能要搭的好一些些 自己在針對那個 佈景主題裡面 去找一個 不過改了好像發現字 突然變太小了 那麼你這邊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哪個佈景主題加了之後 然後字不要讓它變小 OK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有一題是 症照題 那另外一題的話呢 就是做一個 變化題 把那個 102 再稍微改一下 盡量就是那個 盡量如果你要設定一個佈景主題 你就是字不要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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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也會說 還有一個 對 感谢观看